小草其实并不小 一番逃离花开尽 唯有青青草涩及 我想小草不怕云 我们更用更宽广的心情 来跟我们的民众党全面的来合作 更希望明天的立法院政府院长的龙头选举 能够顺利的由在野党来出任 让我们的国会能够确实有监督 我们国会制衡的能力 我们今天早上 非常的欣然的看到民众党 正式推出了院长的候选人 黄珊珊委员 对于民众党坚持走自己的路 能够对八百万民意的下架民进党 能够忠诚的做反对党 国民党深刻的表达 这个祝福 对于未来国会的改革 这个已经 已经讲了三四十年的 这样的一个 必须要立刻来执行的国会改革 我想过去 在民进党 2015年 蔡英文总统当时的候选人 她早就提出了 国会要开放 要改革 包括听证 包括调查权 通通都要在国会的改革当中来执行 但是八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 完全没有来进行 所以今天不管是国民党 民众党 我们一定会用最大的善意 能够把国会的改革 包括听证 调查 国会证言 以及不得藐视国会 所有的这些改革方案 能够一一的入法 我们会充分的来尊重 民众党今天所提出的 包括居住正义 包括警义销 还有幼保 以及这个医护人员的权益 还有相关的这些阳光的法案 能够让国会能够来透明 包括利益回避 以及强力人事权等等同意权 我想这么多 对社会有正面 而且对国家能够彻彻底底的 让人民的诉求 能够得到国会的支持 好好的来监督中央政府 我们表达充分的肯定 以及善意 愿意未来能够全力的 跟民众党来合作 对于八百万民意 能够做一个正面的回应 同时对于中央所有的部会 未来在立法院的 所谓的反殖群 藐视国会 以及所有八年的贪腐 能够摊在阳光下 我们推动的这些阳光法案 包括听证 包括调查等等 这都是在先进国家的国会 都是这样来进行 我们在这里再一次 对民众党愿意担任一个 忠诚的在野党 我们不只表达乐见 而且愿意全面地来合作 未来在国会的改革当中 议会是国会的 所有表达民众的声音过程中 在八个委员会里面 我们愿意 让民众党的八席 能够得到 其他一百零五席的尊重 对于所有委员会的调配 甚至招委的选举 我们都愿意释出 这一大的善意 来跟民众党 全面地来合作 今天我想今天柯主席 所提出的相关的诉求 以及恭喜黄国昌总召 以及黄珊珊副总召 还有陈昭之书记长 我想他们的党团三长 我们都非常乐见 未来我们攜手同心 把过去八年民进党 所有腐败的事情 能够一一地把它 阳光透明地 让全国国人都能够了解清楚 也能够推动我们国家 整体的改革 让所有的部会 不再无所遁形 能够在国会 能够很务实地 面对全国的相亲 虽然民众党这八十 可以得到我们国民党 全力地来重视 友谊跟同心 让我们所有全国八百万人的期待 能够全面地来落实 小草其实并不小 一帆 逃离 花开尽 唯有 青青 草涩其 我想 小草不发风 不怕雨 我们更用 更宽广的心情 来跟 我们的 民众党 前面的来合作 更希望 明天的立法院政府院长的龙头选举 能够顺利地 由在野党来出任 让我们的国会 能够确实有监督 我们国会制衡的能力 也再一次呼吁 民进党的五十一席立委 赶快起义来归 我们国会的改革 能够让民进党 以及国民党 所有的一百一十三席 都能够成为 航空母舰的战斗群 能够成为 人民真正的靠山 而不再是 政党的橡皮图章 再一次 对民众党 国民党 充分表达善意 希望明天 国会的龙头选举 能够顺利成功 由在野党来囊豁 未来 对国家监督的制衡的力量 能够 让民间的声音 能够正式的来生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